江江这个飞鱼罐头第二期啊 然后昨天发现之前买的面包 因为买的时候就快过质保期了嘛 然后现在已经放了差不多五六天了 已经已经坏了 所以今年开这个飞鱼罐头就没有面包站了啊 就是直接来吃 这个飞鱼罐头两块四啊 挺贵的 昨天吃的那个觉得很好吃 试下今天这个芒果和胡椒味儿 今天就只有飞鱼罐头的视频啊 面我因为是跟昨天一样的 我就不重复录一次 然后 哦 真好 崩了我一身 就不重复录了 哦 天呐 其实这两个 虽然品类相似啊 但是这个味道差力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芒果胡椒的呢 这个芒果胡椒的呢 比较辣 舔盖的时候呢就明显感觉到辣了 然后我们看到上面有胡椒啊 有 有黑胡椒的部分 那这应该哦 这还有整颗的胡椒在里面 那这应该是这个东西本身是比较辣的 其实开之前呢 我一直是以为 这个芒果胡椒 这是个黑暗料理来着 因为昨天那咖喱的比较好吃嘛 但实际上开了之后呢 这个味道啊 不是很黑暗 这个胡椒的辣味 一起来呢 就给 就 让这个 一个多月都没有沾过辣东西的 这个味觉呢 又再一次被辣唤醒 不过这个辣 这个芒果胡椒 这个鱼是不如 昨天那咖喱和菠萝的那个鱼好吃的 那个里面应该是这个菠萝 因为会有一定酸 酸化 就是菠萝的那个果香味啊 会把那个鱼搞得好吃一点 而且鱼比较软 这个芒果胡椒的鱼实在是太硬了 这个鱼是比较扎实的 然后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咖喱菠萝的那个鱼进味了 这个鱼是没有味的 这个鱼几乎就是没有味的 所以说如果说蘸还是蘸面包吃的话 我相信那个咖喱菠萝的那个 要比这个芒果胡椒的这个来的要好 这个胡椒的话 你想不到它的 就虽然这个味道也不错啊 这个汁 但你想不到它的使用场景 这个无论是拌饭还是这个蘸面包 好像都不太合适 那么要不蘸一下面试一下 搞点面出来 蘸一下面 一下感觉就是一个 UP主就是一个胡说 外加胡吃的UP主 这主意都想出来 绝对黑暗的料理 试一下 结论就是不好吃啊 所以说如果想买这个 废鱼罐头的 我建议大家是买昨天那个咖喱和菠萝的 这个胡椒和芒果的不太行 不是 不是不如那个来的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 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微知小白与我互动